赵露丝和吴磊的星野好帅CP感很强,私下灵交集 他以高颜值暴爱顶尖五大证据指向洋洋 今年,赵露丝与演员吴磊凭借古装剧《星光璀璨》月出海双双热度飙升 无路能逃CP不仅深受粉丝喜爱,还希望做个假的 然而,中国狗仔爆料两人私下互动为零,甚至意味着女方爱上了一个高颜值的顶流 网友猜测是与他合作出演古装剧试探世界的杨阳,找到了五个关键证据 吴磊被指在小敏的家中追杀向寒之,震惊了大批粉丝和网友 中国狗仔吃瓜猛敲的阿飞最近取名为无路能逃CP指在剧中 现实中,两人根本没有爱情,连续两次寒假伤了CP粉的心 说不定会得罪CP粉 我们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拍星星和寒的时候太好了 两人私下交流很少,更有爆料 赵露丝的男朋友呢,他还是一流的,长相也特别 高,他们两个拍戏有绯闻,应该没事吧 他曾与赵露丝合作过话剧,传出绯闻 网友们不禁想到,今年他和杨阳因为一起来试试世界频频暧昧 被抓到两人穿着情侣装,情侣鞋,情侣装 戒指,连家里的窗帘都是同款,巧合到粉丝称不可能 此外,在拍摄试探世界时,两人私下互动 还展现了抱腰捏脸颊等亲密动作,宛如热恋中的情侣 这五个关键证据让网友相信赵露丝的男朋友就是杨阳 然而,另一个叫推理君将小燕的狗仔给中国第一狗仔对卓伟发信息 询问赵露丝的男朋友是不是杨阳,卓伟却回答不是 随后网友们认为,他们与赵露丝合作的电视巨天呢 肖战带领赵露丝肖战话题登上微博娱乐榜榜首,点击量达到5.8亿 但狗仔出面辟谣,称肖战的CP都是假的,还称肖战一直单身 赵露丝工作室也在微博发文怒斥谣言 不要不造谣,不信谣,不造谣,连PO都写了一个大大的假字 此外,吴磊与向韩之的绯闻不断传出 狗仔对爆料称,2020年拍我们的时代时 吴磊的互动特别暧昧,主动追求女主的是男方 我觉得关系不一样,但好不好,是的,不是真正的嫂子 我不能确定,此花一出,向韩之的微博再次遭到吴磊粉丝的攻击 所以他没有作品,只会爆红,如果没有,请诉澄清 虽然赵露丝和吴磊的绯闻满天飞 但这个爆料就像是中国狗仔队的打架 轮番插花,引发大量网友感叹,吴梁狗仔为了人气造谣 杨阳时尚男装九月封面无声的成长与同情 七月,火光飞走,送走了夏日的酷暑 杨阳的时尚男人九月封面也出炉了 站着洒脱,高大而坚定,杨阳如竹,静静地看着人物 在封面造型中,杨阳诠释了黑衣的多面魅力 羊毛丝绸裹身大衣利落,双排扣皮大衣随性,礼服大衣稳重 红色的光影中,简单的不景下,杨阳露出了洒爽的姿态 双眼瞬间迸发出火花,谈到表演 在杨阳看来,每个角色对我都有影响 而这种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 角色和故事伴随着演员们体验不同的生活 她的眼神平静而坚韧,对人物产生同理心,与人物共生 彼此的时空曾经重叠,角色和杨阳就像是不同时空切片中的独立个体 相互影响,相互成就 2022年即将结束,今年已经是第三季了 杨阳在从容不迫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而杨阳还在全力奔跑,新作品也在陆续拍摄中 让我们继续期待杨阳带来的新惊喜